之前我陆续用了四集讨论的咒术回战在整体和在二三六话开始 观看感受不好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那时候就说我也会讲咒术创作优点的 只是没想到默默拖了四个月 中间还被留言吹出了几次 现在终于准备出第一集了 不过严格来说 这一串串讲创作优点很难说 但却是更特殊的 咒术成功打破了某些准则 这请你将能体会到 经验可能比理论更容易打破 而且咒术回战打脸的是 日本知名的七龙珠编辑 鸟岛何彦 回忍者编辑始作康介 关于热门角色跟主角关系的看法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那看法时 就有点不认同了 所以这集想不到吧 我要站在咒术这边 去讨论两大知名编辑的准则 如何被咒术打破 我想咒术现在突然宣布要完结 应该有很多嘴上对咒术都是恨的人 其实心里还偷偷想着 咒术最后至少会做点什么来善终吧 但等到的却是 作者打算以五花手腕 我觉得其实可以学我 我是把七龙珠红头发以后都当作同人创作 在金头发就完美结局了 大家就干脆当作 咒术235已经完美结局了 剩下未尽的情绪 就灌入咒术回战幻影夜行吧 原作故事虽然只剩五花 手游还反倒给你更多新发展 咒术回战幻影夜行 从故事最初一路还原剧情 让你成为主角群的活伴 一起重温一遍当初美好的咒术回战 甚至找来动画原神重新配音 再加上实际动画穿插 更有把咒术拉回从前的沉浸感 而且对咒术后续发展感到不尽人意 来体验游戏原创剧情 福岗分校 全新设定全新角色 甚至连虎这样都有全新的故事视角 带你以更完全的主角感 重跑变故事 做出回战幻影夜行能还原到什么程度 五条连身体都可以交出去的随意性格 在这回合制的游戏中 它甚至会战斗到一半就跑掉 那跑掉就跑掉算了 反正我最喜欢角色还是这只熊猫 我一直都想体验在玩到漫里 用一只真正的企鹅或熊猫打敌人的感觉 不是其他很像熊猫的某人者 就是一只完全的熊猫 结果现在真的有机会了 反正推荐给你想把原作咒术当外传看的观众 跳槽来体验这个 你可以当本帅亲身参与的游戏 现在已经可以事前登录啦 找越多爱咒术的朋友来咒术回帐换你夜行 就能获得越多回馈 最多可以直接让你从抽SSR 直到抽到你要的角色为止 你说你怕书不想选熊猫? 去抽五条物吧 会赢喔 我们讲回来两大编辑的准则 因为他们两人是在一个访谈中 边聊边带出看法的 整体表达比较碎 我这里就整理出这集主要要讨论的部分 第一点 就算有其他比主角更受欢迎的配角 故事也必须以主角为主轴去写 第二点 读者是为了主角看漫画的 不要去期待观众爱上其他角色 这一点我不确定要表达 是不是因为乱期待 所以把故事比重分太多给其他角色 总之他们认为 只要犯了这两点 以过往经验来说 故事都是死路一条 咒术是不是很明显都犯了 但我们其实简单这样讲就好 咒术不要发生二三六话的事 是不是就已经打脸这个看法了 除非你要认为会犯以上两点 就等于借鉴一定会做出二三六话的事情 要这样做连结的话 而且其实二三六话反而还帮助咒术 拉回这两点要求的状态 有空间讲回虎杖了嘛 那我来说说我是怎么看待这两点的 其实我早在很久以前 就针对咒术讲过类似的话 一开始主角铺陈没做好 后续存在感也没拉高的话 故事越险风险越高 越不能做其他有挑战性的事 所以就基本上 我完全同意两位编辑的看法 但我认为有待商榷的部分在 经验上都出事了 不代表理论上一定会出事 过往不管在什么领域 会有人花相当时间试图打破准则 很常都是基于我觉得理论上有可能 为何要因为过往没发生过 就说不可能 所以你就知道 有些准则是基于经验 有些准则是基于理论 而我这频道尽量都是以理论出发 如果有以经验出发的一定会说 通常来讲是这样 除非你知道自己在干嘛 看够多我影片的人应该很有印象吧 我最常说的就是 除非知道自己在干嘛 这在表达其中之一就是 你知道理论上有机会的话 就可以赌看看冲破过往经验 所以说两大编辑的准则是来自经验 但有待上去的部分是经验不能说太实 而从理论上这两点可以挑战 只是超容易出事 那我们回到咒术 你会选择认为 把主角处理得像配角 配角处理得像主角 会做出这种事的作者 一定会做出236话这么过激的行为吗 逻辑上没有一定吧 也就是说 如果借鉴稳定的写236话 后面就保守收掉 比如5条先暂时惨败但没死 大家帮忙扛一下5条在真正本人 英雄是回归战胜 这样的常规收掉 咒术肯定不会翻车 现在就会和鬼灭一起成为 定义这一代最高影响力的作品了 或者我们换个方式讲 先不管其他的 就笃定犯的那两条一定会出事的话 那是什么时候 应该就没人敢确定了吧 那么你要说 都已经连载到100话还没出事 那就是150会出事 没出事就是200话会出事 反正一定会出事就对了啦 这样也有点过于硬要对吧 而且如果撇除这些超热门的作品 常常会不得不拉长故事 其实日本漫画在200话 甚至100话以下就收尾的还是更多 所以按照一般平均长度 咒术也早就撑过 一定会出事的范围了 更甚来说 就算5条在235就真的已经打赢了 240之前把没说完的交代完 其实也可以 一定会有些仓促 但离翻车绝对很远 反正不管怎样 咒术就是已经在没翻车的情况下 有结局点出来了 是后面转一个太大 速挪又打个没完才有事的 那你说 补障存在感 确实影响故事好看度了 当海贼火影巨人我阴 很多作品都会被这样说 后期越来越难看 这不是咒术才有的状况 所以我们重点在翻车 就翻车来说 两大编辑的那两点看法 确实已经被咒术证实不一定了 更不用说咒术不只撑了235话没翻 还成为销量史上前级 这应该打破的够彻底了吧 但还是要再次提醒 这两点还是极具参考价值 我必须说 就算专业创作者都不能乱挑战 不过前面我都还没提到过 为何理论上不一定 现在我要来细谈理论了 这两点从理论上来说 影响很大的原因是 故事前期是定调阶段 又解释清楚是怎样故事 那肯定包含 主角就是他 他在怎样的环境 遭遇什么 导致他决定怎么面对 大多动漫 甚至大多故事 都这样开头的对吧 要讲清楚 故事就必定围绕主角开始了 那成功这样吸引观众看下去了 你总不能转一个 变成讲别人吧 那你有好好写主角情况下 如果故事有完整度 等于出发会是从主角 中间主要讲主角 结尾也是收主角才对 如果出现配角热门度超越主角 就把主角转到配角去 等于要破坏完整度 破坏铺层 当然很容易出事 以上就从技术面解释 为何会有那两种经验 你要违背那两点 就必须打坏技术建构 那这集最大的重点来了 咒术两条都犯了 为何到235都没翻车 因为咒术只是在开头 从虎杖出发 过了开头后 大多跟主角定位有关的呈现 都更靠向五条物了 但因为90几%少年慢 都符合那两大准则 观众已经习惯那样了 已经从虎杖出发了 但理论看的只有主角定义 而不是经验上手法都怎么用 当整体上 主角定义有80几%都靠向五条 这时候 到底是80几%更有影响力 还是开头由谁出发更有影响力 谁说的算 当故事呈现出来后 作者说的不算 观众决定 很多知名创作者都认同这个观念 作品写完 只是完成了一半 观众看完给出感受后 才是真正完成 这观念来自我之前很常讲的 作者想写什么是一回事 观众感受到什么是另一回事 因为创作就是存在没呈现好这回事 如果你想要呈现橘色 观众大多感受到白色 你是要怪大多观众理解能力 还是自己呈现能力 所以才会有 死神作者跟一堆观众吵 朽木路奇亚跟锦上之鸡 到底谁才是女主角 这回事 就我以旁观者角度来看 他们两谁当女主 都没有一定不行 所以可确定的问题就是 作者明确有认定 其中一方是唯一女主 明确到要跟观众吵的地步 却在呈现上没有分离清楚 这就是确定有问题的部分 这就不是可以说大多观众 都蓝色窗帘的时候了 所以说互动出来的才是完成品 你要呈现这样 8成以上观众都感受到就是这样 那作品就完成了 基于以上的观念 我们可以先把借鉴 到底要给谁当主角放一遍 把重点摆在 我们感受到 先是虎杖像主角 后面变5条是唯一主角 这感受怎么来的 就刚讲的 定调 大家都习惯这样做 观众已经习惯了 故事初期你怎么定调 观众就感受到什么 无关作者到底想呈现什么 初期定调阶段 虎杖就是唯一摆在最重要位置的 不用怀疑 但就只有初期 离开初期 虎杖就没再当过主角 以呈现方式来看 虎杖已经不完全符合主角定义了 取而代之的是 5条物更符合了 甚至整个故事的最大阻力 是为他设计的 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 谁遭遇什么 谁想干嘛 谁碰到什么阻碍 谁有能力解决 故事里可能有很多角色都会经历这一轮 但是遭遇最深的 想干嘛最有影响力 阻碍最大的 和最大阻碍唯一有能力解决的 就是主角 是不是 虎杖成了很有戏份的配角 就像龙珠里的达二 一直落落的没有存在感 但又默默拼命默默追上来了 甚至偶尔还会像主角以下向 剩下其他就呈现而言 就是5条符合主角定义而已 所以整体呈现上来说 非常有趣的部分在 咒术回战只要初期定调 改调就好 235之前什么 主配角是谁的问题 就都还好了 那定调怎么改 超级简单明了 第一话虎杖跟爷爷的情节完全拿掉 还有前几话 虎杖的所有主观叙事 也就是内心话全部拿掉 就这样没了 整个呈现就会突然变成 伏黑会要找素挪手指 冒出一个疯人 为了自救乱吞手指 然后主角5条登场 想象一下是不是只要拿掉 跟虎杖私密一点的情节 爷爷内心独白这些的 让原来手指是他拿走了 变虎杖登场方式 他就会只是意外拿走手指 很敢面对魔物 很疯乱吞的少年 虎杖再第一句话就没有绝对的主角感了 然后前几话虎杖内心独白也全都删掉 改成5条增加内心独白 那疯小子其实很有趣啊 我要把他引导回来等等 就这样 后面完全不用动了 跟咒术原本一样就好 那235之前 主角配角问题 真的就还好了 除非你要抱着原本虎杖就是主角不放下 持续放大检视 不然那个问题会小到没几个人想讨论的 这就变成一个五条物当主角超乐作品了 就是开头定调不给虎杖而已 而为什么我会提主观叙事 这是让一个角色拥有存在感 最最最重要的手法 所以通常低话有最多主观叙事的 都是主角 那就砍掉就好了 然后在适时以回忆方式 补上虎杖跟爷爷的互动 他的立体度就回来了 但也不会因此变有主角感 总是咒术整体叙事而言 就只要低话调整一下 前期虎杖主观叙事大量降低 虎杖就妥妥的主角没问题了 虎杖就是左柱达尔这样第二主角 特久咒术回战会在定位奇怪情况下 依旧热门度破表 在意的人大多还是看得下去 更多的人是早就切换视角 一样看很爽的原因 因为整体叙事来说 并不是虎杖一直摆在主角位置 又一直存在感低 那就真的彻底摧毁咒术了 虎杖过了初期之后 就真的没摆在主角位置影响五条了 摧毁到我刚的 跟观众互动出完成品 撇除开头定调 整体呈现已经跟观众互动出 把五条当真主角看了 观众自己会自动调整 找到舒服的切入角度 还是爽爽的看到235话没问题 那我们再回到那两点 这两点当然是无庸置疑的经验 但从理论上来说 到底谁是主角你怎么定义的 我如果刻意去玩主角定位 是不是就有机会挑战这准则了 所以在咒术里其实状况变成 没有其他比主角五条更受欢迎的配角了 一直到宿诺大战都是以五条为主轴写的 你会发现改成这种四角后胡 这样还真的没抢过什么 在第二位置待得很好 就是咒术回战整体叙事 不管作者原先怎么想 但就是已经变成 可以调整成以上这样的切入角度了 观众自己互动出新的完成品了 只是说卡在长期习惯问题对不少人来说 看起来就是会哪里不对劲 一直不对劲下去 观众确实会容易带着放大镜检视 到底什么时候调回来 这时候创作的空间就会很 不适合做其他挑战了 旧的不对劲还在 新的大不对劲又来 好那现在如果就确定 五条物是唯一主角时 这两句话的影响力就来了 就算有其他比五条更受欢迎的配角 故事也必须以五条为主角去写 读者是为了五条看漫画的 不要去期待观众爱上其他束挪 是不是确实如此 所以说这两句话 不能套在五条跟虎杖上面 他们两人根本没让咒术翻车 翻车的是以五条为主角来看的话 才会命中 这时候我们衔接上之前这集 我说在特定前提下 主角绝不被允许刺死 但主角以外的要怎么凶残事实都好说 绝不有听到吗 这里我讲绝不了 这就不只是经验了 是理论 是不是可以把逻辑转过来了 比五条更惨配角多的是 但他已经被当主角了 有很多对配角可以做的手法 在他身上是不被接受的 这是不能拿其他作品的哪个配角 比五条这配角更惨 来放一起比较的 只是我要强调 特定前提 那就有不少人告诉我 明明谁就死了 所以我要再强调的是 那种跟着故事完结一起死的 不叫刺死 跟着自己篇章结束 一起死的 不叫刺死 更不用说 悟空跑到天国锻炼 更不叫刺死 这要自己判断一下 否则很多观念都不能学了 艺术上有很多复杂观念 能广为传播出去 是因为大家有能力 调整成一致的前提 谁才叫主角 怎样才叫真正意义的刺死 之类的 所以讲到现在 其实这种闲聊 对谈底讲到的观念 时常是需要自己斟酌 哪些可以参考 哪些只是待过 明显讲得不够完整 是需要深究才能确定 怎么理解的 光是开头定掉一个主角 呈现有八成定义的另一个主角 那这两句 到底对应的是哪个主角 所以我才会加上 跟观众互动完的结果 所以这两句根本上就是参考 跟观众互动的结果 所得来的经验不是吗 所以要突破经验准则 就是从理论上找 经验会成立的原因 就能找到攻破的点 当然我想借鉴 没有要玩主角定位的意思 只是刚好呈现上能变这样 又刚好不打算 把虎杖抓回来当主角 虎条就很稳 没人来乱 那要说非常规的主角定位 比如权力的游戏 就开始相当淡化主角定位 已经到中期了才逐渐明朗 谁才是真正象征冰的主角 跟他唯一象征火的 终于谱出歌了 虽然这不是少年曼 但时代已经不同了 现在少年曼 跟以前认为的少年曼 早就相聚甚远 也跟观众互动出 很多新的不同的阅读习惯了 所以可以参考 进少年曼的创作例子 范围已经拉大很多了 二三十年前的经验准则 能完全适用现在的 也会越来越少 但理论 99.9%还是难以撼动的